我對這些做完也要告老回鄉 告老回鄉 我都把我們政治生命移民最承受的時候 奉獻給這個國家 這個是我們共同的期待好不好 好 謝謝總長很感性的一段 讓我想到林絕民與七絕別書 好 走進來 謝謝 我再一次謝謝 我們練習的交通部防部長 院長你還有解釋 你要當選總統的樣子 那跟院長報告的事齁 就是說因為等一下還有事情 我黨團的立場已經很清楚的表明了 很遺憾 黃國昌委員要走了 柯總長 我打個岔 打個岔 王部長你要不要等一下補充一下說明 還是不用 跟我講完吧 好不好 不不 我尊重 跟我講完吧 那就 我知道 當然跟你講 院長 我知道你在耍什麼遊戲啦 沒有沒有 你以後要講話你就趕快要拆開 什麼時候黃國昌賺我錢我就算了 我都只有幾手 黃國昌 王部長 對 黃國昌等一下 黃部長等一下講沒有關係 尊重我換一圈 好不好 我沒有什麼形式 我沒有什麼形式 院長 我非常尊重 我非常尊重你 我特別跟柯總召補充報告一下 剛才我的意思說您發言完畢 因為多次提到交通部王部長 我擔心他有心理的話要講一些 所以我才特別 結果你 不是 不是 結果你誤會了我 說我在玩什麼遊戲 不是的 我是覺得行政官坐這邊 多次被委員提到 他一定也想有一些話要表達 所以我說你發言完 我們請王國昌部長補充說明 我想我應該沒有處理錯吧 所以你怎麼 我說你 假如我講錯話我跟你抱歉 但是我常常喔 被安排到 前面要到後面去 欸無所謂 因為我因為多次 我有發言的時間就好 黃部長今天 包括在任的時候 在 農總大概在 一個禮拜以後 下禮拜演會 大家就畢業給你 請應該好好講 黃部長你請你講 講一個鐘頭 好 大家不會走 因為我覺得這樣比較晚 那所有要離職的官員 都可以來發表感言 對於國要建設 你的看法 黃部長你的夢想 是我們大家的夢想 美夢會成真的 我只是要跟你澄清 你發言完 我請我們交通部 王部長補充 結果你一直說 我在玩什麼把戲 我再跟你講一下 我們先請王部長補充說明 但是我看民進黨 我們今天的開會 就從頭到尾 就我阻擋批判 我想這是國人 在透過這個鏡頭當中看到了 所以我們一事無成 我們花了好長的時間 對於柯總召 我真的非常的佩服 你這種講公勾的功力 這個可以每樣事情 然後都可以 其實聽起來是滿有趣的 老實講 我覺得 但是不一定有道理 但是你還是說不清楚 你發言大概快占到我們一半的時間 但是我還是沒有得到一個 到底這三件事情該不該做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我們還是要對整個東部發展 這個是何等重大的事情 當然也不能太匆忙 應該要開個國事會議 大家來好好的討論我們的東部發展 好不好 謝謝吳春城委 我們不是一事無成 我們還有吳春城 各位黨團幹部 我剛才跟你講過 麻煩簡短而言 謝謝 不是啊 很多人都針對我 當然我 這樣才輕易問題 我也必須回答 但我也很希望 我們能夠有一個很 很好的對焦的講法 該不該做 沒有人敢說不該做 這都很簡單 這就是 發言要發展 要有一個安全路 沒有人要否定 但是要如何做 這是一個問題 我要財政機率的問題 財政機率的問題 所以今天 院長我今天講一下 我今天一直在講 不願其他人講就是說 民眾黨 民眾黨的這個黃國昌 他繞了半天在包牌 講到財政機率 然後他說要提案 我不知道他怎麼去提這個案子 院長我這樣要講的 我最後要講說 我剛才一直跑去趕 跟你講 大家 也跟大家講 不應該明天表決 就沒有所謂明天表決的問題 也根本很難看 我都很難看講 我又跟您視頻講 我說你 我們下一次 針對憲法上的問題 我們來好好針對憲法 憲法七條 七條怎麼幾條 現在我就八條怎麼幾條 我就九條怎麼幾條 六十三條 五三條怎麼規定 憲法條怎麼規定 大阿關幾個事件 很清楚 你不要列出來 五八五二零 六一三 二六四 三一九 大家回憶看完的時候 我們對憲法上面規定 我們先有一個基本的對焦 否則的話 表決 你們一定贏 但是贏也不好 違憲的東西怎麼叫執行 行政部門去執行 那以後大家 勤起 校友 附問題可以提兩兆 我也可以提一兆 您是名單 陶珠苗那裡充得 五三兆也不行 這行政權就要交出來 這責任政治在哪裡 所以這個是很嚴肅 大家要面對這個問題 不是我今天反對 反對什麼建設 所有建設我都贊成 國家有錢 去幹很多建設 讓人民便捷 安全 這個是理所當然的 天經地義的 對不對 好不好 所以今天 院長 你是在歷史時刻的時候 你要 有所堅持 有所 有所 有所理想 並不是在 所謂哪一個人指揮下 我相信你是一個 我們都走過同一個時代的人 我都跟你講過一句話 我說我們都到頂了 我說這些做完也要 告老回鄉 告老回鄉 我都把我們政治生命移民 最承受的時候 奉勸給這個國家 這個是我們共同的期待好不好 好 謝謝總召 很感興的一段 讓我想到林絕民與七決別書 謝謝 我再一次謝謝 我們列席的交通部 黃部長還有幫副主委 謝謝列席的官員 也謝謝各位黨團幹部 開了兩個半小時 我們做下任的結論 各黨團對本次言商相關法案 法案均已充分發言 本次會議到此為止 現在散會 再次感謝大家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